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从几日起展出 钟文熙回台油画画展 画家钟文熙拥有 客家及原住民血统 过去他曾因社会 对原住民的歧视 造成父母离异 让他自己饱受忧郁症之苦 因此透过这次展出 他也希望能够为原客 融合尽一份心力 我在我客家人和我妈妈 这个中间 跑来跑去 去看 回来会不会被打 那我就没有办法 就流动街头 从七岁到十五岁 这样子 那我就开始在美国画画 所以今天我是在 二十五岁去美国 到我七十岁 四十五年第一次回来 那就是最爱的画家 就是认识我老婆 所以我在那七十五年回来了 女儿她不回来 所以我好像有这种任务 要来研合以前那些 不平等的客家原住民 张文熙说 返台创作像是迎合 他儿时所经历的族群记忆 返台后的这两年 他共创作了四十多幅画作 而其中有一半是靠自己想象 所绘画而成的 有一半想象的 自己创作 像那个Tom's King 是在美国过 他已经去世了 这个就是我的梦想 那一幅画 你看多漂亮 黄文的那小孩子 那就是童话里面的很单纯 那就是我想的家 那个我就会想象出来 那原住民 然后太阳族 有这种风景 一半以上都想象出来的 我没有看 那就是创作 那其他事 我在美国拍照留念 比如说回台湾 我会很想念那个事 真的是我的故乡 来自台湾隐藏的画家 钟文熙旅美四十五年 回台定居 并首次举办 原客融合追爱的画家 钟文熙回台油画客展 展出日期 将一直持续到5月29号 邀请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来聆听 钟文熙老师作品的生命故事 记者简书期 新竹采访报导